大家好 我是宋星之 今天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个消息 就是美国媒体认为 俄罗斯的最新研制的一款新战机叫苏七五 美国媒体认为这个苏七五的计划 必将是一个失败的计划 为什么这么说呢 难道这是真的吗 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苏七五这个飞机方案 是去年开始出现的 当时它有几点特别引人注目的 就是第一看来苏七五的诞生 是由于俄罗斯空天军对苏五七的性能不够满意 从哪一点可以看出来呢 就是一直到2030年10年期间的订货 只有70多架飞机 那么也就是说一年的生产量 早期可能还更加少 只有五六架 到后期呢 可能到八九架 平均每年就是七到八架飞机 这个生产量是非常小的 说明什么军方对你这个飞机的状态和性能是不够满意的 或者对你的价格是难以承受的 这两套决定生产量 订货量就减下来 第二个说明对苏五七不满意的是什么呢 是苏霍伊设计苏五七的总师波克相被免职了 波克相先生从此就离开了苏霍伊设计局 据说呢是到俄罗斯的某个航空大学去当教授教书了 新任命的总设计师主持推出了一款苏七五最新的一款战机 那么这个战机呢 从重型战机变成了中型战机 使用一台苏五七的大推力发动机 另外呢 这个飞机的外形和欧洲现在所要研制的下一代 或者欧洲自己吹嘘是第六代战斗机的那个外形 有相似之处都是一个大三角翼加上倾斜的双锤尾 没有水平为一 那么这个最新的外形大家好像有点殊途同归 就是等于六代战员都搞这个 都是这么一个外形 现在美国人是什么外形 现在还不太清楚 中国是什么外形 也没有任何消息 但是欧洲的外形和俄罗斯苏五七的外形 有相似之处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那么最让人感觉到吃惊的是 提出来苏七五这个新的战斗机 是一款中型战机 而且是一款非常便宜的中型战役 便宜到什么程度 它提出来 每架飞机的价格 大概在三千万美元左右 三千万美元什么含义 F16都得卖四千万美元 真假它比F16还便宜 这个就有点便宜 有点让人不敢相信 那么美国现在说 这个苏七五它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必定失败 理由呢有这么几个 一个由于俄乌战争 俄罗斯经费紧张 它肯定没钱搞下去 研制经费就不够 将来采购也是问题 第二呢就是苏七五这个飞机 征求国际合作 包括找印度合作啊 能合作的方面它都找了 但是现在合作伙伴没有 合作伙伴没有意味着 国际客户没有 那你的生产量就很少 那么你将来没人要 只有俄罗斯空军要不要 还不知道呢 那你这事怎么能成功呢 这最大的问题是客户啊 客户才是上帝啊 第三个说它不行呢 就是说它有好多技术上的问题 可能没法公关拿下 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 飞机气动上 是一个全新的气动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打后雷脚的三脚翼 再加上平尾 只有两个倾斜的垂尾 这个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考虑 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说 是俄罗斯搞的第六代机 那么我个人当然认为 不见得俄罗斯这个苏七五计划 未必不成功 第一它跟美国的这个第五代战机 一样美国研制了F22 因为太贵美国工具买不起 所以生产了180多架停了 生产线也停了不再搞了 美国呢专注于发展F35闪电2 我们军迷给它写的外号叫肥电 因为短速棒 肥电生产的数量很多 号称要上千架 几千架的生产量 那么苏七五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 它从重型机转成了中型机 苏七五是一个中型机 而且是一个便宜的中型机 这一点上比较符合 俄罗斯空间军未来的需求 就是便宜 大量装备 兼顾俄罗斯空间所要的 而且从这个飞机的外形上看 它的隐身特性 可能要比苏五七 重型战机要好很多 也就是说 苏霍尔设计局最新的苏七五 它会兼顾隐身和其他飞行型 那么这些尝试我觉得对于苏霍尔设计局 新的总设计师来说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种尝试 而且这个趋势是符合军方需求的 不能说它没有客户 一定会受到军方的重视和喜欢 如果俄罗斯空间军能采用这个新的战机 作为主力战机 那么不愁它在国际上没有销路 而且我们看 它又很可能就会成为 俄罗斯空间军的下一代主力战机 也就是所谓的六代机 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 谢谢大家